跳 好个 来 跳 好个 叮 狗狗变乖并不难 Hello大家好 我是有这20年训犬经验的职业训犬师老飘 狗狗有问题 老飘来帮忙 跟着老飘一起 来了解如何让你的狗狗变乖吧 那么之前呢 老飘给大家讲了 如何选择好自己的狗狗 当我们选择好狗之后呢 在狗回家之前 我们到底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 不要着急 跟着老飘 我会为大家一一讲解 那么其实呢 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呢 我们讲究什么 衣食住行 其实对于狗狗来说 也不外乎 衣食住行 那么我们首先呢 来说住 因为狗狗回到家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有它住的问题 在这里呢 老飘推荐 我们狗一定要关到笼子里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是为了防止 一些安全隐患的发生 第二呢 为了让这个狗呢 到新环境之后 能够快速有效的这个 尽快熟悉我们的新环境 所以说笼子呢 是不二选择 住在笼子里的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为了以后 我们的一系列的训练 来打基础 而不是像我们很多人想的 关到笼子里会比较残忍 因为狗呢 是洞穴型动物 在笼子里呢 反而它有安全感 还有呢 我们笼子的选择 那么老开在这里建议呢 我们的笼子选择 不锈钢材质的 这样的话呢 相对来说 我们的使用寿命会长些 而且方便打理 再有呢 笼子的大小 选择你的狗成年之后 它能够在里面 站立和卧下 这样的大小就OK了 如果太大呢 浪费空间 而且不好清理 如果太小呢 没用到它成年 已经没法用了 你造成一个资源浪费 这没必要 笼子呢 选择是带托盘的 托盘呢 怎么样选择呢 我们尽量选择 硬的塑料材质 而不要选择这种 铁的或者是不锈钢材质的托盘 因为不锈钢不好拿 不好打理 如果是铁的呢 生锈也很快 因为狗尿的腐蚀性也很大 硬的这个塑料的呢 第一我们成本不是很高 第二呢 我们好打理 这是我们对于狗的柱 笼子是它的首选 那么说完了柱呢 我们来说说吃 我们经常说民以食为天 那么同样 我们的狗狗 也是以饭最大 我们需要准备的 第一 食物 第二 用品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点 需要注意的 当你接一条新狗回家的时候呢 最好问这个狗的原主人 要最起码三天左右这个狗 以前吃的食物 然后呢 通过你现在再给他的这个食物呢 来对到一起 来慢慢替换 这样呢 会让这个狗的肠胃慢慢适应 就不会出现什么腹泻啊 或者是呃呃呃吐啊 这种情况发生 当慢慢适应过来之后呢 他就会吃你现在给他这些食物了 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水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狗呢 是不能缺水的 所以说呢 我们的水盆 放在笼子里的时候呢 又怕狗打翻 怎么办 选择比较重一些的 这个材质的 比如说陶瓷的 方便清理 同时又比较重 狗又不容易打翻 这样呢 就会比较好 也比较合适 那么说完了前两样呢 我们来说说衣 这个衣呢 对于我们人来说呢 是衣着 对于狗来说呢 人家自带的皮草大衣 不需要咱们操心太多 但是呢 同样也不能忽略 如果我们带幼犬回家呢 就需要对他的保暖 在他的笼子里铺一块垫子 冬天呢相对厚一点 夏天相对薄一点 这个电子大小是多少呢 是笼子的一半 它冷了 它知道会去 在电子场握着睡觉 它热了呢 它会到另外一半 而且空出来的这一半呢 也方便它大小便上厕所 那么最后对于型来说呢 一根尼龙的P字殿 就可以开启你跟狗狗的快乐旅程了 那么说完了衣食住行 大家现在都知道狗狗在回家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的东西是什么了吗 在这里温馨小提示一下 宠物消毒液 特别是它们专用的消毒液 养宠家庭 必不可少 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不要着急 在老飘的视频里呢 都会一一的详细的为你介绍 那么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有这20年训练经验的职业训练师 老飘 狗狗有问题 老飘来帮忙 跟着老飘 一起来了解如何 让你的狗狗变得更乖吧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那么欢迎大家 点赞评论加转发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